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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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西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她一定很不安 她的脾气肯定会更加暴走 再加上之前有自杀倾向 我真的害怕她会做出什么 对自己不好的事情 最近我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商务活动 我要出趟差 这段时间 你一定要好好地照看好的 我可就这一个闺女 她可就是我的命 她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 我会保证许小姐的绝对安全 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 她 这场车会应该不是意外 我得趁水勇于不在的这段时间 换住方式接近学习习 查清真相 路过去休息吧 到我轮值了 小姐 小姐 我就知道 我这家庭在究竟 还想遇到自己的门 她是什么 是你 我只想让你帮我把这个解开 抱歉 不顾 我刚才没有想自杀 我就想泡个澡放松一下 但是头痛欲裂的 就没有注意外面的情况 对不起 是我搞错了 浴缸里的不是血 是蔓越莓香气气泡淡 以前大小姐很讨厌这个味道 所以从来不用 我就没往那想 那您早点休息 大小姐 您应该吃药了 医生说有助于恢复记忆 谢谢 谢谢 你干嘛一直看着我 我 我以前 对你很凶啊 这是您第一次跟我说谢谢 事宜真可怕 我家有个这么好看的花园 我却完全没印象 我本来追求你 我好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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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到安保市 问清楚是谁的人 好 李飞章 自称李八哥 KK娱乐的记者 前两年曾以偷拍女明星的丑照而出圈 没有没有 许小姐的照片 我是一张都没有拍 那相机刚对好交 这位小哥 不是 我自己就不小心摔下去 不信你们看 什 什么东西都没有 徐梦云派你来的吧 那你正好替我给他捎句话 他一直在聊的品牌代言的事 我们许小姐拿下了 不过 看在他曾经跟过我的份上 品牌挚友的位置 我暂时给他留着 别走 走 我的包 他谁啊 田岁 徐先生为您聘请的经纪人 不记得我没关系 只要你别忘了 今天是你出道首演的日子 为了这一天 整个团队上下 整整准备了两年半的时间 希望许小姐您 不要再以心情不好 出车祸这样的理由 朝令夕改 无视所有人的心血和努力 出道首演 没有人跟我提过这回事 而且我现在脑袋一片空白 什么都想不起来啊 我该怎么演啊 脑袋一片空白没有关系 只要大小姐您出现 剩下的一切交给我来解决 你觉得我应该去吗 好 嗯 嗯 啊 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